亲爱的 我想你了 她是谁啊 我女朋友啊 你什么时候交女朋友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交女朋友还需要告诉你吗 而且上次是你把我联系方式都拉黑的 是有半年都没联系过我 难道我们不是默认分手了吗 我就想让你哄哄我 再说我不找你 你就不会找我吗 女朋友哄你呢 谁来哄我呀 不管是因为什么都由我来道歉 讲道理你也不听 那到最后 不管是因为什么都能扯到我不爱你上 我是谁找女朋友还在养女儿啊 我就想让你哄哄我 怎么就变成养女儿了 再说 像你情上这么低的男生 哪个女生能看着你啊 我能看上他呀 而且你俩分手啊 我觉得是你情上太低 我情上太低 哪次分手不是他的原因啊 到最后他连哄都不愿意哄我了 你凭什么说我呀 你刚才不也说后来吗 至于他为什么变成这样啊 请你找找自己的原因吧 你 要不再让男生跟他单独聊一下吧 可以吗 女生 就说我配不上生活下的他 你们最后一次吵架是因为什么呀 因为他家招要20万彩礼 我说我现在给不了你那么多 他就和我说了分手 之后就帮我微信 电话都拉黑了 半年都没联系我 我觉得没必要再等了吧 那20万也不多呀 你现在跟谁结婚不要彩礼呀 那也没有你家这样呢 房子我买的 你爸妈说写上你名 不然没有安全感 这我理解 那底结婚之后吧 之后找我要20万彩礼 不给就不结婚 还没有回礼 你家到底是要钱还要什么呀 那我家不就想要你家一个态度吗 再说了 你现在这点小钱都不舍得为我花的话 那我觉得你结婚以后也不会对我好 我俩在一起三年 我对你好不好 你自己不清楚吗 是不是给你花的钱越多对你越好 会没这么说呀 那你几个意思啊 在一起的时候 意见不同我哄你 意见相同了我也哄你 心情不好我哄你 减肥失败了我也哄你 有一次是因为我真的错了才哄了你吗 你倒是被哄开歇了 那我呢 那你作为我男朋友你不哄我 难道应该找别人吗 你没有吗 每次扫家你都找你闺蜜 然后控诉我 说我是渣男 到处说我是个不合格的男朋友 作为女朋友你就合格吗 说完了吗 我跟你说分手 是让你好好想想那20万怎么凑齐 不是让你在找女朋友的 我觉得真正爱一个人 不会轻易说分手的 如果说了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也没必要再挽回了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们聊完了吗 没聊完 聊完了我们走吧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先立马跟我分手 没有机会了 我俩已经结婚了 咱俩才非有多长时间呢 你跟我出三年都不把20万给我 你现在凭什么把20万给他呀 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吗 我俩是在一顿上认识的 在上面视频聊天的时候 他和我说 两个人在一起足够相爱就好 猜礼不重要 而且他也会照顾到我的情绪 不会像你一样做 他和你一点都不一样 我觉得你要是想找一个多金 而又随便让你发脾气的人 不要找同龄的了 大个十岁二十岁的 应该会喜欢你这个类型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行了 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了 我们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